第三 诫命中提到孝敬父母 现在许多老人在老年公寓 儿女只负责钱 这样是一种孝敬方式吗 在当今的现实处境当中 有的时候送养老院 其实可能也是一个好的办法 当然你要选择 有些养老院是不相化的 有些养老院还可以的 系经济 然后老人也舒服 养老院里面有专门人的照顾 虽然也有腐败的一些事情 然后三餐很好 然后他们有安排文化活动 老年人什么下棋等等 甚至他也有伴儿 结交新朋友等等 当然我们不能甩给他 年轻人有年轻的生活 可能那种现实的压力 也没有精力去管他 两个人都要工作 也不可能一个人去照顾 因为那种情况不允许 比如说一个人赚钱 可能没办法维持生计的 两个人必须在做 所以现实养老这个事情是 很多的挑战 所以怎么根据我们家的情况 以最健康最恰当的方式 既不亏待老人的同时 又能够在这种情况下 做得最合适 又要生存 又要照顾到他们 有的时候比我们直接照顾 其实更好等等 然后不至于整个家族都 靠的垮掉等等 因为现实问题 不可能允许我们 选择一个恰当的方法 但是尊敬这个需要 是吧 我们如何去定期去关怀他 尊重他 感恩他这样的 去看望他等等 不能甩给这个 反正交了钱好了吧 就忘记有这个人了 就不可以的 就不可以的哈 不可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